泰国佛学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从神权迷信里跳脱出来, 不受地理风水支配,还给一个自由自主的人生。 泰佛学对于世间万象都有深入的观察, 世间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其个别的理, 地理风水也有其原理。 堪语即风水,堪为天道,余为地道, 华夏传统文化之意,史记, 将堪语诗与五行诗并列, 本有阳观天象,复杂地理之意。 华夏民间将堪语称之为风水, 看风水就是看阴阳, 所以风水先生也称之为阴阳先生。 阳是活动气场,除了水、蒸气和光线可以看得见外, 其他的气体都看不见, 因为气是活动,是动态, 所以所有动态或能够产生动态感都属于阳的范畴。 在风水上统称水,如空气、光线、风、水流、道路、开阔处、低洼处、流通处等等。 阴是可见固定形态,是相对静止不动的, 所有静态的都属于阴, 在风水上统称山,如山巒、杠覆、建筑物、大石、堤坝等等。 山与水相对结,即是风水。 风水强调,独阳不深,孤阴不长, 只有水或只有山都是生机不够的地方, 不适合人类居住。 人类居住的地方必须有水有山。 所以说,风水地理,即人理、性理, 是预计地形和天体方位而产生对人的影响力。 这是一种自然的尝试, 顺服自然可得天时之正或山川之力。 违背自然,这有相反的结果。 地理看语是所谓最佳的地理, 前朱雀后玄武,左龙盘右鼓具。 其次就是,前有景观,后有高山, 左有河流,右有通道。 以现代最佳的生活环境来说, 可归纳以下四点。 一,要有通风,前后左右,顺畅无阻。 二,要有阳光,采光自然,温暖卫生。 三,要有视野,一望无际,心境超然。 四,要有通道,初步方便,自他两立。 总之,只要能方便生活,心中越狱舒服, 那就是最好的地方。 视频中,王帝内经讲求调节, 家居风水哲理,金木水活土的, 相生相克不同年份出生者, 其五行,望虽各不相同的望运身材植物。 三,要多像眼睛。 谢谢观看